绝对硬核 深度学术 非常烧脑 特别有趣 NECPA 北美华人电力协会 专业报告 大家好 欢迎参加我们新一期的 北美华人电力协会的讲座 除了这个Zoom的这个平台 我们还有这个 其他的直播平台 大家也可以 没有上来的朋友 可以告知一下 我们有这个Twitter YouTube 还有Facebook 首先呢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乌运慧 目前就职于 缅英州的RLC 主要是为美东的ISO 和电力公司 做一些输配网规划方面的工作 也做一些基于PCG的 电磁战态仿真分析的工作 那么这期讲座呢 是我和我的搭档 在NRL工作的王斌 一起为大家策划的 那么我们也请王斌做一下 自我介绍跟大家认识一下 王斌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我是王斌 我目前在美国 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 做博后 我的研究方向是 电力系统动态的仿真和分析 今天很荣幸 能跟我的搭档一起 给大家带来这一期 以电磁展态仿真为主题的 在线讲座 好的 云慧 好 谢谢王斌 那么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呢 叫百分之百新能源发电靠谱 EMP电磁仿真试试看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题目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温室效应 跟全球变暖的这个大环境下呀 基于电力电子器件的 这个可再生能源 被越来越多的 接入到了我们的电网中 用取代我们传统的 以同步机为主的驱动系统 在美国的加州呢 更是提出了要在2045年 实现百分之百清洁能源发电的 这么一个人景目标吧 那么这些不同传统发电模式的 驱动系统 它有资深的一些特性跟复杂性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它的惯性非常的小 以及当这个网络拓谱 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这个产生的频率变化的问题 这些都对我们目前的这个电力系统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我们系统规划呀 运行也是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那么目前呢 应对这些新问题 以及对我们新能源进行建模 分析研究 最有效的工具呢 就是对这个电网系统 进行千赫兹以下的这个快动态 数值模拟 也就是我们说的EMT电子仿真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有幸请来了两位 业界的学者专家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跟一些工程实践的一些 碰到的一些问题 他们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电气工程系 陈颖教授和加拿大RTDS科技公司 仿真分析研究组研发主管 丁辉博士 那么在开始正式的讲座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具体的流程 首先是由这个陈颖教授和丁辉博士 分别做20分钟的专题讲座 在这之后呢 会有我的搭档王斌 给大家主持一个25分钟的云上圆桌论坛 我们为两位嘉宾准备了一些问题 同时两位嘉宾也为对方准备了一些问题 届时我们就届时我们将会听到他们从这个学术理论 和工程实践这两个不同的角度 为我们深度的解析电磁站台仿真技术 我们非常期待他们在这个环节的精彩互动 最后呢就是我们会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 来解答我们线上朋友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能会采用两种形式 您可以通过开麦和文字交流 任何一种与我们的嘉宾交流 如果您选择开麦的话 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然后之后呢 我会点到您的名字 然后您需要的是 您需要做的是 打开麦克风和嘉宾互动 如果是文字的形式 那就请您把这个问题 直接写到我们注目平台的讨论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主题 首先有请清华大学的陈颖教授 为我们做第一个专题讲座 陈教授在这个电力领域进行了 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 有很多的科研成果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 实时仿真 电磁站态仿真 电力系统 网络物理系统的建模 脆弱性评估 风险评估 以及网络安全 那么就有请陈领教授 给我们带来基于云计算的电力系统 高性能仿真 陈教授有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吗 可以看到 非常感谢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以一种轻松的形式 跟大家进一次学术交流 那么刚才有 这个我看有参会的人在问 我在看什么 其实是今天这个北京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我门口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电动汽车和这个氢燃料汽车 非常的有意思 我正在看这些车 这个他们的型号 这个反过来说 这个北京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气候的变化 促使了各种各样的新的能源体系的发展 才会变得越来越干净 比原来要舒适很多 那么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来坐在一块 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儿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简介 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土博士 这个97年进入清华学习 然后一直学到06年 博士毕业留校以后工作 那么在学校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去年是这个评上了教授 应该算是对工作的一个小的总结吧 那么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很多 主要是跟计算信息和优化有关 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也都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自己做计算这一块 主要沿着高性能计算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一直做这个 后来做并行的电子展态仿真 现在我们也在关注数字轮身 一些新的计算体系的发展 那么信息有关 我主要是关心信息物理系统的这种 统合机制和它的这种博弈的过程 跟安全有关 那么在优化方面 我主要做一些人工智能和电网的 相当于弹性和韧性和抗灾的恢复的机制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是电子展态仿真 这个话题非常的深刻 那么因为我们电网的形态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刚才我也提起了 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黑网发展得非常的快 各种这样的新的用电设备 或者是供电设备 尤其是电力电子化的这种设备 介入系统非常的多 那么从大的角度来看 整个中国电网 尤其是北方的 国家电网 最近的十多年间 发展出非常强的 交流运合的系统 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跟传统的电力系统 具有了很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很重要的 一方面就体现在 这个系统的展态特性上 这个我们搞系统运行的人 很多人关心的是经济性 关心的是稳态的特性 但是也有很多人 关心的是系统的安全性 关心的是系统故障以后的响应 和它的展态的 这种动态的这种变化 那么由于我们电网中 出现更多的复杂的元器件 比如说这个换流器 新能源 然后包括直流的设备 那么这个系统的 这个动态过程的复杂度 大为增加 有很多的这个小时间尺度的 这个小时间尺度的展态过程 发出现 而且越来越主导我们的系统的 整体的稳定性 像这个胶直楼连锁固扯 那么我们怎么去精确的刻画 这样的展态过程 那就是摆在我们所有搞电力系统 分析的人面前一个共同的难题 那么传统的这个分析呢 主要是基于机电展态 我们关心的是发电机的 这个机械的能量和电网中 电磁能量之间相互转换的 这么一个动态过程 那么这样的动态过程 它的时间尺度呢 一般是在毫秒到秒 甚至可能更长一点 比如说到几十秒 所以我们呢 大家都习惯使用机电展态的 这样的套分析工具 去研究故障以后 系统的就这样的 公角频率和电压的波动 但是这样的一种分析工具 它很难精确的刻画 电力电子器件的动态 尤其是快速的开关过程 和保护和控制过程 那么导致我们在研究 胶质流偶合系统的时候呢 就有了一些盲点 这些盲点呢 主要是集中在了 微秒到毫秒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 时间尺度的这种展态效应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使用电子展态的 仿真工具 那这我简单的对电子展态 仿真的原理 做一个 相当于introduction 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brief introduction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朋友的话 可以看看书 你讲得很清楚 那么电子展态呢 它关心的是这种 食欲动态的过程的模拟 我们电力系统虽然很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可以理解为大量的电容电感 组成的一个电气网络 那么对其中的每一个设备 我们可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微分方程 来描述它的动态过程 电压电流之间的一个 我们常说的电子 这个maxwell方程 转换为微分方程形态 那么对它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种 进一步简化的方式 一种简化方式 就是考虑它的这个弗利液分析以后的向量的 这个激波的对应的向量形态 那么构建一个向量化的这个动态方程 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代数计算 就可以得到系统的整体的状态的一个 强调于积分的结果 那么从大的角度来说 电子展态在建模的时候 强调的是损失之建模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原件的动态都是表示成微分方程形式 而机电展态建模的时候呢 则是把系统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用代数方程 那么用代数方程考虑了系统中所有的潮流的这种关系 用微分方程来表示这种旋转设备 或者电机类的动态的特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描述方法 那么更进一步去比较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电磁展态 它更关注的是这个小时间尺度系统的快速变化 高频的特性 而机电展态关注的是系统低频的特性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机电展态的仿真过程中间 我们往往是假设系统中的频率 电气信号的频率 是保持50赫兹或者60赫兹不变 我们只关心系统中的这个公角啊 或者是一些跟发电旋转设备有关的动态 而电磁展态呢 我们没办法保证系统频率的稳定 我们必须关心每一个小的纹波 每一个快速的斜波在系统中产生的 故障的这种影响 或者是一种快速的传递过程 所以到了机电展态 机电展态呢 我们可以采用较大的部程 而电磁展态我们只能采用非常小的部程 否则我们就没办法精确的刻画 这些高频的特性 正因为如此 这个电磁展态的这个部长小 计算规模就非常的大 效率非常的低 那么在电磁展态的这个分析理论中间呢 大体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状态变量分析法 一种是节点分析法 那么状态变量这个主要是在 MetLab Simulink这套体系里面 那么系统还是按照这种状态方程建模 然后变步长 然后不断的形成甲隔队认 启动方程进行因子分解以后 将前积分计算 那么节点分析法呢 这是六七十年代 由Domo教授发明出来的一套非常高效的 定步长的数值积分方法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电路的 动态方程进行插分化以后 转换为一个等效的 相当于新的电路 在这个新的电路里面我们只要求解一个网络方程 即可完成影视提醒法的计算 那么不断的沿着十步往前求解 就完成了一个长过程的动态的模拟 那么现在主流的商业软件 其实都是用节点分析法 作为它的基础理论 包括我们看到的EMTP RV Piscard 包括我们现在EMTDC 或者是RTDS 那么这种方法 它的优点就是在积分过程中间 所有的网 如果没有开关动作的话 我们这个网络中的 设备对应的网络方程 它是一个定系数的矩阵 而定系数矩阵表示的网络方程 那你只要一次因子分解 就可以连续不断的去用 那计算效率就会大幅提升 这给了一个简单的 这个电路推导的过程 我这就不详细说 我们就以电感说吧 简单说一下 电感它的微分方程 大概是表示成这个样子 是吧 这两端的电压差 跟它的电流之间的微分 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 那我们对它进行影视提醒法 进行插分以后 就得到了一个插分后的方程 那么插分后的方程进行重整 可以将它表示为这样的一个形态 左侧呢 是当前时刻的电流 右侧呢 是历史的电流向 以及网络中的电压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进一步 进行电路形式的表达 就表示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是当前时刻的电流 那么这个是左右两端画的是 当前时刻的网络节点上的电压 那么我们代求的是流过这个 电杆上的电流 是吧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历史的电流 与之叠加 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电路 相互拼接 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 可预测的和已知的 未来时刻的电气量 以及历史的电气量 求出所有未知的电气量 包括它的电压电流 那么电容也是如此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EMTP Book 或者是最近几年出的一些 有关电子弹态仿根的基本原理的书籍 对这一块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儿也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一个描述 也就是把电容电杆这样的设备 转换为这种等效的电路以后 拼接在一块 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方程 这个网络方程中间 代求的就是所有节点的电压 已知的就是所有节点的注入 这跟我们用YU等于I的这种形态 去求解一个系统的 电压分布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这儿的电流 是一种特殊的电流 它除了当前时刻的这个系统 真实的注入电流 还包括因差分产生的历史电流效 那我们把这个方程不断的求解 从零时刻求解 然后往后求一一时刻的二时刻的 那么逐次求解下来 那我们就完成了电子展态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求解 仿真的过程 只是说这个仿真过程中间 其实真正去做的时候 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问题 一方面呢 这个这个系统规模很大 你这个方程来回求解 还是要耗很多时间 可能有同学就会说 哎呀我这个做机电展态 我这个感觉耗时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电子展态耗时大呢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是步长小 积电展态我们一般都是毫秒 是吧 电子展态都是微秒 那用50微秒的步长 相当于一秒钟 你要做两万四这样的方程求解 这计算规模自然就大 第二个问题是 机电展态我们采用向量法建模 整个电网 是吧 我们只考虑正去 灵虚和负虚只在故障时刻进行计认 所以系统中的网络方程的维数 基本上就是跟节点数有关系 而电子展态我们是用项 损失时建模 那这就麻烦了 那是三项建模 一个电气节点 那可能就是要三成三的一个小矩阵 才能表示它的整个的网络的方程特性 那网络规模扩大了三倍 不求解次数又增加了几十倍 那怎么可能算得快呢 是吧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 这个准确性和效率之间的问题啊 就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那么包括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模型简化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更大的不偿精确的仿真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并行计算的技术 让这个网络方程的求解 并行化 我们多用一些CPU的资源 那么还有我们要怎么去设计这个软件 使得它更灵活能适用于现在比较复杂的 变化很多样的这种分析需求 那么这这些话题引出来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小的工作 那就是基于云计算的一个高性能仿真的架构 这个平台叫Cloud PSS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了解过这个平台 它的基本架构非常简单 就是把高性能仿真的引擎部署到云端去 那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计算 也可以用来累积数据支撑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 这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基本价格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大概16年的时候在网上发布了这个平台 现在已经更迭了好几个版本 今年可能还会再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那么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3w.cloudpss.net去访问 打开就可以免费注册 我们也不收集什么太多的信息 那么注册完以后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中 使用各种各样的模型 包括电磁展台 也包括一些其他的 我们最近也推了一些热电偶合 这样的一些综合能源的仿真模型上去 那么现在有大概4000多个用户 注册使用的这个平台 国内外有一些企业和高效的用户 我觉得反正作为一个高效出来的 开放式的一个仿真工具的话 能够有这么多人关注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稍微简单说一下 在这个平台里面使用的一些核心技术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可能会说的比较简单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后面我们再交流提问题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建模技术来提高这个大不常的电磁展台仿真精度 那么我这不详细展开了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移屏分析方法 这套方法呢是一套新的电磁展台的建模仿真理论 那么它的基本想法是任何一个实域信号 只要能够构建它一个伴随信号 往往我们是用希尔波特变换构成一个伴随信号 将伴随信号以负数的和原有信号表达成一个负数形态 伴随信号是虚数部分原有信号是实数部分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解析信号 解析信号的频谱将会集中在频域的一个窄带右半侧 相当于整个频域的右半侧 并且集中在一个窄带的范围内 那我们再对它做一个频域中的线性变换 把它移回到一个相当于零赫兹为主的样的一个窄带中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信号就变成了一个低频信号 对这个低频信号我们就可以采用大不常精确的 仿真甚至预测 这就是整个建模的基本理论 那么实际情况就是原来想仿这样的一个高频的实域信号 最后我们仿这个低频的包落线信号 然后再把它深采样恢复回来 得到高频实域信号就可以 这个方面的技术理论其实是2006年最早出现 由凯斯东斯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描述 他管这套方法叫做FAST 那么后面在2010年 这个张鹏教授和马蒂教授 他们共同又写了文章 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所以我们把这两篇文章都列在这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把这套方法应用到我们的平台里面 主要解决的就是焦直流混连的大电网 它的这种高效的电磁展态方针 我们对直流区域能够采用小布长 这种电磁展态方针 那么对近区电网 我们可以把布长放到100到1毫秒 100微秒到1毫秒 而远区的这个交流电网 那么仿针布长可以甚至放到10毫秒 那么所有的这个环节中都采用同样的多数率移屏 和这个多分区的这个电磁展态仿针的方法 整个建模方法统一以后 那我们在数据交换的过程中间 就没有了这个所谓的高频信号损失 和这种延时带来的这个数值稳定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能够精确的仿针一些 较大规模的焦直流仿针系统 它的电磁展态 而且每一个区域的仿针布长 可以因地之谊的放大 那么仿针效率大幅提升 精度仍然能保持在 摩擦在千分之五以来 那么第二份小工作 这是做这个电磁电子化 电路的这个快速仿针模型 这个可能有很多同学都专门做过研究 我们现在能用的 开关器件的仿针模型 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呢 是这种大电阻小电阻的这种 精确的物理模型 第二种呢 是这种平均化的模型 对整个一个器 相当于多个开关组成的器件 取它的外特性 过滤掉高频 得到一个外特性的平均化模型 第三种呢 则是一个基于这个 诺顿等值的 相当于多电瓶电路的 快速仿针模型 那么我们这三种模型 在相当于Cloud PSS 形态中都提供 我们 相当于做了很多测试吧 这个是我们用 相当于自己研发了一套 改进的诺顿等值的 电磁电子器件的 快速仿针模型 跟Piscard做的对比 可以看出来 即使把部长放到 相对来说比较大 十微秒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我们所提供的这种 电磁电子电路的 快速仿针模型 依然和小部长的 精确的这种 电磁电子仿针的仿针 结果 误差很小 不超过千通之六的 这样的一种误差 用这种快速仿针的模型 它主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可能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开发这么多的 这个新的电磁电子器件的模型 它实际是因为我们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大型的输电工程 尤其是跟海上风电 新能源电站接入有关的 它越来越多的采用了 这种柔直和常规直流 混合的这种输电形态 像这样的一个就是 Secret的一个Benchmark 右侧这边黄色的 这些区域都是接了很多 海上风电发电的设备 然后中间这块 曲线蓝色的 可能是一个柔直 组成的一个多端的直流网 那么在后面 红色的是交流系统 深蓝色的是常规直流系统 像这样的一种电路 将来会在我们电网中 越来越常见 现在中国的这个华南地区 正在大面积的上海上风电 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里面 电力电子器件数量非常多 即使这么小一个TOP 中间可能都有 还有上万个 甚至我们这个TOP 有八万个电力电子开关 如何能够高效的处理 开关电路的仿真 就成为未来 相当于胶直流系统仿真 电磁展态仿真效率提升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些新的模型以后 效率能够大幅提升 那么我们在并行计算这一块呢 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去用GPU来加速电磁展态仿真 这个话题比较的复杂 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考虑用GPU来做 事实上我们在做GPU之前早些年是用CPU做的 用出力度并行的方式把系统切分开 这个一个区域由一个CPU来算 交换数据完成整体的并行计算 但后来这个做着做着发现一些技术瓶颈 最大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是很难复载均衡 第二个是这个 多CPU之间通信的这个带宽 还是不够高通信耗时 同步耗时太高 那我们就把眼睛眼光转向这个GPU 那GPU这种设备呢 它其实非常的紧凑吧 一个板子上集成了几千个核 并且板上有高数的内存和通信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觉得也许它可能是加速计算的一个 一个新的选择了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物理模型先转换成仿真模型 这一步大家都会 仿真模型呢 进一步转换成一个 相当于代数方程的模型 到了代数方程模型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电器部分 要考虑控制部分 那么这些代数方程啊 都可以表示成一种计算图 用控制部分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先算完一步 又算完一步 层次几年完成整体的计算 这种计算图呢 可以进行抽象和分层简化 甚至可以打破其中的一些循环 形成一种完整的分层有项图的这种形态 只要分层有项图中间 每一层含有大量的同质的计算 那每一层中间就可以用多个线层并发来完成 一层一层这样并发处理下去 就完成了电磁展态 电气和控制部分的并发的计算过程 那我们有了计算图模型 就能算出它的现成体的资源分配模型 进一步我们又写了一套工具 专门从这种相当于计算图模型 生成GPU适用的代码 完成了从一个相当于用户侧的模型 到最后GPU上的模型这样的一个转换 最后能够高效出行 当然这套方法 我们现在也在往神威太湖之光 这样的国产计算体系中间去移植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了这套东西 效率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这有个对比 我们拿123节点来回拼接 形成一个18000节点的一个大系统 在从前部署了很多光伏 分布式电源的这样的设备 还有完整的电器和它的控制的拓谱 我们就看当系统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我用这个GPU来加速 能取得什么样的效率提升 这儿写错 这儿应该是K20 这是P100 P100是上一代的这个GPU的一个主力计算版卡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 到了18000个规模的18000节点规模的时候 采用单块P100这样的GPU 进行电磁展态仿真 相对于CPU能够取得50倍以上的加速 那用这种方法的好处 就是大规模性能源产战 我们不用简化 我们只要把它们罗列在一起 形成一个可用GPU加速的计算模型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计算效果 我们在等待陈教授回来的时候 我们不妨也请我们第二位嘉宾进来 我们提一个问题 在访这样一个多个风电厂的 这么一个电力系统的时候 那我们RTDS公司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有什么优势 那我们请丁博士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细节 一会儿的话 在我的那个演讲中 我会讲RTDS关于如何模拟大规模风电厂 我给出了一个机械解决方案 那么一会儿的话 我可以具体的陈述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只是基本上使用等值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对每个风电厂单独建模 然后形成一个风电机群 然后这样的放到你的防律系统里面去 我们只是对同一片区的同一特性的一个风电机群 我们建立一个等效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等效方法 一会儿我在我的那个讲解过程中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陈老师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就是说具体实现的过程中到底是否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因为现在要是有5000个风机 那么就有5000个风机的控制系统 那么这个如何去拿到一个真实风电的一个控制系统 我想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工作 不知道陈老师 好吧 我就不重复播放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其实就是说了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平台能够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电这个风电厂的电磁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模型和计算方面那些解决方案 那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这套东西变成一个相当于在线可用的工具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计算的模型这么复杂 然后要想很快的让大家都能够访问到他的这种能力 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软件体系来配合 那么在这有几个小的工作而已 一个是这种自动代码生成器和计算资源的虚拟化 这个自动代码生成器我刚才已经描述过了 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计算的引擎 包括后台的仿真的模型 跟他的数据和他的程序都打包成虚拟机 一个一个虚拟机 然后用容器的方式进行存储分配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后端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群 然后只要用户提出一种计算需求 我就把虚拟机扔上去 计算完了以后结果返回回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计算机群中的每一个节点 其实都是都是租来的 如果有用户用我们就租 如果没有用户用我们就释放掉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种计算资源的高效利用 节约用户的这个成本 而且我们把这个计算能力 计算模型和用户测的这个 相当于体验吧 切分开 在三种不同的系统中进行部署 那么各种资源相对分离 数据安全也得以提升 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二次开发的工具 比如像这个小工具 就可以让用户拿Metalab的脚本去写它的控制算法 然后直接在网页端就封装成一个电池 相当于一个仿真元件 直接接入到也有的仿真拓谱中间 研究控制算法 研究控制策略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封装的形态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插件 这个插件是相当于实现事件驱动式的这种仿真 它其实说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做起来很简单 就是仿真过程中间我们会不断的检测 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事件 比如说一个控宝发生 或者一个低电压的事件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处罚的事件 都可以 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事件以后 我们有一套机制将当前的仿真进程 克隆生成一个新的仿真进程 那么并发的在后台派发计算资源来完成仿真 那么随着一个主的仿真进程 不断的推进 就会有很多新的仿真事件出现 有新的事件出现和新的仿真进程出现 我们要做这套工具 主要就是因为新能源系统 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那我们怎么去研究 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作用下 系统整体的动态过程的这么一个变化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接进去以后 研究风电厂 在各种干扰因素下的系统的震荡 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从这些技术工具呢 进一步派生 我们发生 把这个Cloud PSS的这种技术体系 做得更丰富 可以做电磁展态仿真 也可以用来做配网的一些规划应用 仿真规划 那么更主要的是把这种仿真能力 转换成系统运维和调度决策的一些 决策的一些数据的资源 我要介绍的东西 大概就这么多 这个讲得非常的粗浅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头我们在私下交流 或者到我们的网站 去了解我们的技术细节 昨天这个王斌专门问过我 要对电磁展态的工具的发展趋势的一些观点 我这写了三点 第一点呢 我觉得 未来的这个仿真工具 肯定还是向着高性能 且低成本去发展 我们可以反观这个 机电展态的仿真工具 其实就做到了这一条 所以机电展态的分析工具 在各个国家各个电网公司 用的非常的普遍 它就是高性能低成本 大家用起来非常的顺手 那我想电磁展态 现在有很大的技术上的 是吧 这个难度 因为计算量大 模型复杂 我们未来还是要在各种各样的 新的计算技术的支撑下 不断的提高它的计算性能 想办上 从模型算法应用平台等技术环节 入手 去寻找一些化学反应 使得它的这个代价低 性能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仿真工具走向云端 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个仿真的能力 和模型 转化为一种知识传播的一种机制 那么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这种复杂的电力系统 它的这个组成动态 它中间关键的一些控制决策的方法 再有呢 我觉得从仿真到决策中间 必然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这些方法 因为我们看到AlphaGo基于仿真 学会了人所不能掌握的高级的部分 这个下棋的策略 那也许也会有一个电力系统的AlphaGo 基于先进的这种电磁展态仿真的工具 学会我们所没有掌握的优化调度决策的方法 所以最后我最后画了一个图 我觉得传统的仿真工具 就像一个人在拼命骑车 能有多大的生产力 其实主要看这个人和车的配合 以及这个个人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很多人一起用同一辆车 是吧 像Cloud PSS 畅想的这种分享的和共享的理念 那么慢慢的可能大家 骑得更快走得更远 当然到更未来 可能我们就要需要有人工智能了 是吧 这个车就能飞到天上去了 能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好吧 我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然后非常抱歉 中间停了一次 好 主持人 好 感谢陈教授 没关系啊 我们能感觉到您和您的团队 在这个利用云计算EMT仿真这里 你确实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我们在之后呢 会在这个云上讨论环节 再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您交流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RTDS的丁辉博士 他是在2014年呢 加入Winnipeg RTDS科技公司 主要从事EMT模型开发和交直流系统分析的研究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 他在实际的这个工程实践中 在开发应用这个RTDS仿真平台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问题 又是怎么解决的 丁博士有请 好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我今天讲的主题主要是新能源 在RTDS上面的建议以及 为能性分析 那么首先呢 我们简要的看一下 RTDS的今天的情况 那么RTDS公司呢 是1994年创建的 目前有75个员工 那么RTDS的客户呢 遍布全球51个国家 主要用户呢 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电力企业 电力供电公司 第二个是电力设备制造商 第三个是科研机构 以及一些高等院校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 从这几方面讲一下 我的这个研究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 那么主持人也刚才也讲了很多 也就是说是新能源的出现呢 以及全球范围内 新能源的快速增长呢 同时呢 新能源不再是单一的入网 而是大规模的风电 大规模风电厂外送 那么为了保证呢 系统的稳定性呢 同时呢 验证新能源设备 本身的控制功能 那么我们需要在入网之前呢 对新能源的控制系统 做一个闭环测试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开发 基于RTDS的实施仿真 来去模拟风电厂 那么第二部分 是我关于风电厂的建模的 主要一些 RTDS是如何进行风电厂建模的 那么我们知道 RTDS在风电厂里面 我们最核心的器件 就只是翻电机 电机部分 还有一些换流器的部分 那么翻电机的模型呢 目前比较成熟 而对于电力电子的部分呢 对于离线仿真呢 采用的都是电阻性的 二元开关模型 也就是说 当RGBT导通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小电锁来模拟 当RGBT关断的时候 我们用个大电锁来模拟 那么对于离线仿真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插值的方法 来避免数字上面的一些 稳定性问题 或者是避免数字计算的一些误差 那么对于实施仿真来说呢 我们是不能采用这种插值的方法来模拟开关的 因为我们不能回退到事件的发生点 我们必须按照实施的时间坐标往前推进 那么RTDSU提出了一个预测型的开关型电阻模拟方法 那么我下面的这个图呢 这个是当 这是一个boost的电路 假定当前实步这个二极管是导通的状态 那么在下一个补偿 我们对RGBT基金处罚 如果不做预测型的开关状态的模拟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 二极管和RGBT同时会导通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一个电容 一个仿真补偿的短路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错误的防征结果 RTDSU提出了一个预测型的开关模拟方法 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么我们基于这种开关型的 预测型的电阻性开关模拟方法 我们开发了几个典型的一些电子托普应用 那么这个是一个T2 type的两电瓶 三电瓶环流器 下面是一个NPC的环流器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两电瓶的一个环流器 同时我们也开发了一个Buckboost电路 这两个模型 那么这些模型可以满足我们新农员 各种拓谱电力电子部分的建模的需求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T type类型的一个环流器的一个模拟 那么在我们的仿真器上 我们采用1.666微秒的仿真不长 实现了这样一个环流器直流部分 以及交流系统以及环流器的脉冲脉冲发生部分的一个模拟的实施模拟 那么右边这个图的结果显示呢 逆电器的电压以及负载电流呢都可以和PSKY的达到高度的匹配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对不同的开关频率做仿真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环流器的损耗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当然呢运户也可以通过配置环流器的导通电阻 来去配置环流器的开关损耗 那么这个图呢是一个背靠背的两电瓶的一个图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仿真器上搭建这样一个系统 同时呢搭建它的脉冲发生部分 那么对这样一个电路我们可以两位面完成实施仿真 采用两位面的仿真不长 那么右边的图仿真结果呢 也可以也和PSKY的达到高度的匹配 那么对于不同的开关频率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损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用户也可以去配置 导通电阻来去配置这个换轮器的损耗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翻电机的模型 电机的模型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环流器的模型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常用的新能源的一些模型 那么这里面我们团队开发了四类典型的一些新能源的应用 比如说双汇风机 通过设置全局变量的方式可以快速的去搭建一次系统 那么我们相应的控制系统的话也可以根据我们设定的一次系统的参数呢 实现它的标要化 那么对于控制系统的参数呢 我们也是在设计了全局变量 这样的话运户就非常方便 根据自己的系统呢 可以方便的去在全局变量里面去修改一次系统参数 去修改控制系统参数 从而实现自己的风力发电 或者是新能源发电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模拟 那我们在我们的标准模型里面呢 我们的控制系统呢 采用了典型的这种双闭环节奥控制方式 首先呢 我们推导一下这个环流器的动态方程 然后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内环电流控制方式 实现低轴和K轴的完全节奥 那么对于外环来说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低轴产生 低轴控制直流电压 这是我们网侧环流器的控制方式 那么低轴控制直流电压 K轴呢 控制交流侧的有个功率 或者说是交流点压 那么产生 给内环产生一个电流的参考值 电流的内环的电流控制模式呢 从而和一次系统 给一次的控制产生触发信号 那么这是一个基侧的一个环流器的控制模式 首先呢 我们也推导一下 比如说这个感应电机 它的动态特征方程 然后呢 我们设计内环 实现低轴和Q轴的结奥 而对于外环的控制方式 我们通过Q轴来去产生 通过我们采用那个最大功率之中的方式呢 产生Q轴的电流参考值 而低轴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机侧的九流点压 或者说是控制机侧的 或者说控制电机的利次电流 产生低轴的电流控制量 那么我们将这两个电流控制量呢 送给我们的内环控制器 从而实现我们电机的控制 那么当我们采用上述的方式 建立好一个新能源的电机模型以后呢 我们是对单一的一个风电机组进行建模 那么我们如何去模拟一个风电厂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变压器的一个备程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变压器的备程系数呢 我们可以在不改变变压器低压侧的功率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实现高压侧的一个功率放大 那么这时候对于一个同一特性的风电机群 我们可以用一个风电机组模型 实现一个风场的一个模拟 这也是我们如何去模拟一个风场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呢 可以通过刚才的方式呢 非常容易的去 只是在这个变压器的备程系数上面 去试之你有多少太风机 就可以实现网测一个风电厂的一个模拟 那么当然了 刚才像刚才这种方式呢 很多用户也提出了其他的一些风电厂的一些建模方法 比如说聚合模型 那么对聚合模型呢 自己推导出来 这个一次系统的等值参数 控制系统的等值参数 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标准模型里面 去实现一个风电厂的一个建模 那么当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一个风电厂模型以后 用我们自己的控制系统 用我们的一次系统 实现这样一个风机的模拟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可以将我们标准模型呢 改成自己的一次系统的参数 用我们所提供的空气呢 去验证一次系统建模的 去验证你一次模型的参数 那么当我们确认一次系统的建模 与你实际系统的设置是一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对用户的一次系统 做一个控制器的闭环测试 那么用户的控制系统呢 我们可以通过功率放大器 和一些那个开关量的输出 这样实现和数字仿正一次系统的接口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测试用户的外部控制器 它的控制性能 那么目前在去年的张北柔植供电 柔植四端系统里面 我们在RTBS里面搭建了 这样一个一次系统模型 这里面包括了柔性直流数电四端系统 同时呢也包括 康宝站的一个新能源基地 那我们可以通过搭建多个片区的新能源 接入实际厂家的风机的控制器 其他的柔性直流数电呢 我们也可以介入厂家的实际控制器 对这样一个四单系统进行测试 那么保证入网之前 整个系统的控制特性是符合自己预期的 最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如何借用RTBS的实时仿真平台 去分析我们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这两个图是我们在以往的技术支持中 我们发现用户在做闭环测试的过程中 碰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 比如说左边这个图呢 反映的是系统在柔植调试过程中 出现了高频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的频率是800多赫兹 而在右边的这个图中 是一个小信号的一个不稳定 小信号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用户在到达某一个工作点附近的时候 突然发现系统逐渐失稳 那么我们为了研究这些情况 研究这些不稳定的情况 我们需要在RTBS上面 可能就要做其他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分析的工作 那么目前来说 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呢 我们主要是有两类思路 第一类的话是一个大信号的稳定性问题 那么这种大信号的稳定性问题呢 我们只有通过电子打的仿真 来通过观察的方法 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另一个是一个小信号的稳定性问题 那么对于小信号的稳定性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类思路 当我们知道所有的系统的数学模型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建立起来这个系统的小信号模型 状态空间方程 那么通过分析这个状态空间方程里面的特征根 我们可以采用参与因子或者灵敏度分析 来找出系统的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是呢在实际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建立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状态空间方程 是非常有难度的 特别是当一些控制器是一些真实的外部空保 我们无法得到这些控制器的特性 无法列写控制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 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传流线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MC翻流器的 一些新型元件的状态空间方程 我们是不容易拿到的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拼的方法 来去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扫拼方法呢我们可以把系统呢分成两部分 那么每部分呢我们做一个频率扫描 通过这样一个闭环系统呢 我们通过分析这个闭环系统的特征根 然后通过波测图或者是Negrist的稳定判据 来判断这个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当我们把系统分成两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两类元件来去得到这个两个系统的频率总和特性 对于线性元件呢我们开发了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可以通过理论计算 得出来你这个线性系统的频率总和特性 而对于非线性系统来说 我们是无法得到它的频率总和特性的 那我们只能通过在系统的稳态运行点 在某一个稳态运行点 通过加入小轴动宽拼小轴动信号 那么得出来这个飞行系统在某一个工作 稳态工作点附近 它的频率总和特性 那么当我们拿到这两个系统的频率总和特性 或者说是它的输入输出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构建这样一个闭环系统 那么通过分析这个闭环系统里面的开环传递函数呢 我们可以得知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系统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信息 那么对于开环传递函数里面的特征根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博特图 那在这个博特图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系统的稳定边界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闭环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中 如果它的特征根它的扶质 扶贫特性的在某一个频率下 它的扶质等于1 同时呢它的相位等于180度 也就是穿越180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个系统处于零界的一个稳态运行 这是系统的零界稳态运行点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拿出在某一个频率下 它的扶贫特性等于1 那我们找到这个频率 然后我们去从它的相频特性里面去得到它的相位余度 那么同理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博特图里面 找出某一个频率 穿越180度的一个频率 然后读出它的一个扶质的一个稳定欲度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是对刚才我们所见的某一个标准的一个风 系统员的模型呢 做了一个频率扫描 做了一个稳定性的分析 那么在左边这个图里面 我们通过刚才的稳定性的分析方法呢 我们找出来 在这个相频特性里面 它有五个穿越180度的频率 那么在这五个频率中 我们发现在10.5赫兹的时候 它的扶质 扶贫特性里面的扶质等于1.01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10.5赫兹附近的时候 我们的扶质预度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10月 我们如何证明我们的分析是对的呢 那么可以回到我们的实时仿证桌 那么通过10月的仿证的方法 去验证我们分析方法的结论的这个正确性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是从环流器网侧的外环控制上面将系统分成两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外环控制系统的控制的这个比例增益 那么我们可以减小我们在10.5赫兹系统里面 它的稳定欲度从而让系统小信号不稳定 那么在这个实际法证里面 我们对这个比例系数呢 从比例增益呢 从230特别到280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系统慢慢失稳 那么这个失稳的正当频率呢 是11.1赫兹 这个分析的这个正当的模式 和我们刚才用频率扫描 分析出来的系统的稳定性的结果 是一致的 那么就可以证明 通过这种频率扫屏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对在系统员系统的仿真过程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系统员系统 那么它的稳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那么到最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答 我们是否能回答这个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系统员发电靠谱吗 我想通过上面系统员单体的一个电子弹的仿真 我们似乎还不能去回答 系统员发电到底靠不靠谱 但是呢我们可以尝试去回答 系统员发电的并网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靠谱 那我们如果通过我们的建模 通过我们的分析 那么找出这个系统员并网的稳定边界 那么设计好我们的控制系统 那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系统员的发电并网 那么是可以靠谱的 好主持人 好感谢丁辉博士 感谢您回答了我在开始问的这个问题 也非常感谢啊 我们看到在实际工作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啊 感谢您把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了我的搭档王斌 然后由他来为我们主持云上云桌论坛 王斌 好的运会 首先谢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在这个电子展台仿真和分析这个领域啊有大量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研究成果 接下来呢就由我来跟两位一起进行一个我们叫云上圆桌论坛 我和我的搭档运会一起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觉得可能是听众和其他在同领域的人可能也会有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只问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直接上干货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大电网的运行和规划啊 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比较慢的这种潮流计算和这个极电展台仿真 目前呢新能源占比虽然在逐渐增加 但它整体来讲比例还是不算太高 那未来呢随着这个高比例新能源介入电网 比如说我们的百分之百的这个新能源 那在未来运行一个电力系统 我们是否必须把这个电磁展台方针 引入到这个系统的运行和规划当中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有请清华大学的陈教授 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陈教授 好谢谢王博士 这个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在三五年前还是一个争论的阶段 但是至少现在在国内吧 在中国应该没有争论吧 这个电磁展台是必然的一个选择 那么新一期的这个 就中国的这个电网安全运行的倒折 这个就是相当于国家标准了 已经要求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力系统的安全评估 这个事情要用 至少要用机电电磁混合粉放针来做 这是一个过渡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知识和工具 普及率还并不很好 那么等到我相信再过几年 可能慢慢就会过渡到全电磁来进行教合 这个这个原因也是很显然的 没有没有什么很很特殊的 就很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直流的部分 或者说直流禁区 这个电网 占整体电网的比例 不断的提高 这个太多直流了 每一个直流带一片 大家叠加在一块 直流禁区电网 占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新人员 尤其是风光 越来越多 加上我们这个很多新的 像储能啊 电动汽车上的也非常快 所以整个电网都是电力电子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 用机电展台仿真来做这个事情 很多时候就看不准了 按照这个这个这个国网 或者是电网公司的领导的说法 就是对这个电网运行的机理 越来越不理解 在不理解的情况下 运行下去就风险很高 所以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 电子展台能让大家理解机理 所以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好吧 我的我的我的解释就这样 好的 谢谢陈教授回答 嗯 丁教授 丁博士 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那个 刚才我 我把你同意 陈老师的 关于这个交直流 仿真的 关于全电子展台 仿真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实际上我 根据 这两年呢 实际上 根据一些用户的一些 使用情况呢 我可以看一下我的观察 那么目前实际上呢 国家南方电网呢 那么他已经使用了实时仿真 来去搭建整个南方电网的 交直流系统模型 那么这个 他们呢 不只是搭建整个交直流系统的模型 那么他们还将这个 实际工程的直流控宝 真实的接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那么这个对系统的运行的安全评估呢 仿真验证 故障重现的 这些工作呢 都是有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南瑞集团 国家电网公司南瑞集团 那么他们也接触于这个 电子展台防徵系统呢 接触他们的安控装置 那么验证了三道防线的策略 我想这对交直流电网的 运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新能源的系统来说呢 因为这个系统源系统 它的功率的间接性的特点呢 那么对于系统的稳定运行呢 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想呢 这个用电子展台 网站去验证 他们的控制策略 也是一个选择 这个是对于电网的运行来说 我觉得全电子展台是必要的 那么对于规划来说 我想呢 我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 去做相关的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更好的一些评估的方法 那么在未来的运行规划中呢 是不是需要去全电子展台 我想可以由其他的运行 或陈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 谢谢陈教授和丁博士的这个回答 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电网 有众多新能源 它问题 新问题出现的这个频段 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建模分析 不太涵盖的这个高频段 那如果想要分析这些问题 首先呢 重现问题和认识问题很重要 这个就必须要用到电磁展台仿真了 这个必要性 是显而易见的 看来 那么 那我们 现在呢 我再说一下 咱们这个留言框内 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啊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 去把他们的问题 就是打在这个留言框里面 我们等会有这个 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这个环节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这个云上 圆桌论坛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刚才我们认识到了 就是未来的这个需求啊 和这个电磁展台仿真的必要性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回到现实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 电磁展台仿真技术的 最新状态是什么 就是沈教授他们做的是 基于GPU的这个仿真 然后宾博士他们做的是RTDS 就是实时仿真 那我们想问一下 目前实时仿真 最大能仿多大的实际系统 那未来五到十年 这个系统的这个数量机会变大多少呢 那进一步的就要问 如果一定要把电磁展台仿真 用于这个电磁系统的运行和规划 那仿真速度跟现在相比 还需要提高多少倍 我们首先有请丁辉博士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么站在这个实时仿真的角度上面 那么RTDS目前呢 是以一个REC为一个计算单元 那么每个REC的 它的仿真能力呢 是最多可以支持十个核的 变形计算 那么每个REC呢 可以仿真一个600节点的一个系统 那么同时呢 RTDS为了进一步仿真 更大规模的电磁系统呢 那我们支持多个REC的变形 那么目前呢 最多我们支持144个REC的变形仿真 也就是说可以支持 144乘以10这么多个核的B型计算 那么对于电磁系统的运行来说呢 我想人们对于仿真速度 对于电磁系统的规划来说 我想人们对仿真速度需求是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那么对于远景规划呢 如果能做到超实时仿真 我想这是可以更容易的去 去做好我们的电磁系统规划 那么对于运行来说 我个人觉得呢 那么实时仿真应该是一个中级目标 也就是说是在电磁系统中 因为我们介入了大量的这个设备 大量制造商的设备 那么特别是电磁电子的控制 以及电磁电子的设备 以及控制系统 那么对于一般情况下 处于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呢 我们无法实现对它的精确模拟 数字化的精确模拟 我们只能通过这种闭环的方式呢 将其介入到我们的数字仿真里面来 那么这个就决定了 我们无法实现一个系统的超实时仿真 因此呢 我觉得整个系统只要实时运行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 如果当仿真速度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我们 如何借助我们这个有限的仿真资源 应件资源 最大程度的实现更大规模的仿真 那么这是我们以后的一个重点 那么主持人刚才也谈到了这个 比如说是陈老师 他们选择了这个GPU的这种 仿真应件平台 RTDS呢 也选用了一些FPGA 那么我可以在这方面 发表一下我的一些观点 那么RTDS呢 实际上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GPU 在电信仿真方面的一些进展 那么陈老师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好的工作呢 我刚才看了一个图里面 他们的加速比已经非常好了 那么RTDS为什么使用FPGA呢 那么RTDS在使用FPGA的模型的开发的时候 比如说是这个MMC换流器的建模 还有我们可以实现一些 拼命参数线路模型的 比如说三微秒这个级别的一个仿真 同时呢我们可以借助FPGA做一个 通用电子平台的一个求解 那么也在这个数字化编程站的通讯方面 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 那么但是呢RTDS呢 实际上还是以这个多处理器的硬件平台 使用的是多处理器这种硬件平台 那么FPGA呢只是根据模型的特点 我们借助他们FPGA里面大量的这个变形资源 那么实现模型的变形计算 实际上FPGA有很多这种局限性 那比如对于复杂系统的模拟 那么我们往往实现时呢 这个时序非常难以满足 那个编程的时间周期也很长 那么再加上FPGA这个实际上 它的使用周期计算周期是比较低的 一般我们是在100兆到200兆 那么如果对于某一个模型的实现 有很多个指定周期的话 那我们依然会选择这种多核处理器来实现 因此我们需要去根据模型的这个复杂程度呢 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 选择合适的开发平台 好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丁博士的这个回复 我们下面有请这个清华大学的陈教授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现在基于GPU的这个仿真平台 那因为没有可能没有实时性的要求 当然也是要越快越好 那他们能仿的系统有多大呢 有多快呢 好 有请陈教授 好 那个谢谢方博士 这个刚才丁博说的我都非常认同 我都非常认同 其实我们一直把RTDS作为学习的榜样 RTDS在业界能够达到的这个计算性能和计算准确性 和它的这种应用效果都是最好的 这是毫无质疑的 所以国内在这个大规模电子栏台仿真的这个应用场景上 主要是选择了RTDS 主要是选择了RTDS 当然有一部分企业场景也是选了RT Lab和HypTheme 那么我个人觉得您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实时仿真的规模这个问题 我非常认同那个刚才丁博士的观点 也就是上万节点这是一个将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目前接触到的西北西南 包括国调和这个南方电网的一些这个项目里面 都在提类似的这种需求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大电网互联以及直流的这种影响 使得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电子栏台仿真需求不断增加 当然我也听说过这个北美影 我人也类似提出过这种需求 但是不是很多 但中国肯定是会在这个方面比较旺盛 第二个方面就是您提到这个实时性的这个 相当于到底要提高多少倍啊 或者实时规模 实时的这个这个计算性能要提高多少 我也很认同丁博士的 我觉得如果是做这个闭环测试 那么实时仿真就是终极目标 这样可以接入硬件设备 硬件形成这种再环测试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从这个电网运行 我这儿的运行指的就是调度啊 或者是这种规划运行方式设计 这方面角度来说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还不够 原因是我们需要做N-1 N-2 甚至有可能一些特殊故障场景的扫调 那么类比原来基电展态仿真 我们需要完成的是多场景 不确定性这些分析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可能对这个计算性能的要求就更高 我们现在遇到的我们遇到的很多 比如说这个快速的扫屏分析 或者是能够很快的 比如上千个这种算力快速的并发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不光是看一个算力完成的效率有多少 它得看完整的算力完成效率有多少 完整的这一批算力完成效率有多少 我们也在跟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 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回归到GPU这个话题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选择GPU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便宜 这个设备总体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么它能够把这个 尤其是这种批量化的这种电磁展态仿真分析的 这种计算效率 计算的性价比大幅提升 我们有一些测试结果 也有一些文章专门讨论 怎么用GPU来批量化加速同构的这种仿真算力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GPU它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它这个内在的通信的带宽比较高 所以基于这个设计出来的一些并行算法 在负载均衡通信延时方面会有一些优势 再有一方面 就是现在这个云的体系中间 GPU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有很多的这个云的基础设施 都提供了GPU的这种计算环境 但是基于其他的一个并行计算的 这种设施的云的还不是很多 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我们在GPU的这个方向上 发展的比较多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GPU和FPGA的这种 混合的这种 相当于硬件加速的这种解决方案 后面可能陆续会推出来吧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从长远来看 就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可能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尤其是将来如果有一天电网真的 就依靠这些电子展态仿真的结果来设计运行方式之类的 那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要说的就这些 好的 谢谢陈教授的分享 然后我们下面 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 接下来我再问我们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回到我们的实际应用上来 电子展态中的问题可能有很多 但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是 所谓的次同步和超同步整档问题 这个也是这个电磁动态中问题的一个主要体现吧 从14年开始新疆就出现了这种次同步超同步整档问题 三年内就大约出现了100多次 这个7赫兹到85赫兹之间的整档 那请问一下两位专家 目前我们业内对这类次超同步整档问题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认知的边界是什么 然后EMP仿真 对就电子展态仿真 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我们首先有请丁博士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新疆风电 他们次同步正当的这个一些调试 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 我们也没有机会去拿到他们的数据 那么我对新疆风电的一些次同步的认知呢 我都是从相关的测试文献里面获得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引起次同步震荡问题的原因 主要有几个下面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是因为新疆的风电 风电机群呢 它都是大规模送出 那么在大规模送出的时候呢 它是将风电通过交流线路送出 那么这个交流线路的长度一般是非常长的 那么他们为了去提升这个交流线路的输送能力 那么加入了川普 那么川普呢是这个造成 引发这个次同步震荡 以及次同步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影响 一个影响因素 那么在我们的在中国呢 大部分的风电汇集的时候呢 在二零这个电汇等级进行汇集的时候呢 那么在每个二零的汇集站呢 都加入了一个STATCOM 这样一个无功补偿装置 以及作为电汇支撑 那么这个STATCOM本身的这个控制特性呢 也可能是引发次同步震荡 以及超同步震荡的一个因素 那么回到机组本身的时候 机组本身 那么机组本身也是有大量电力电子的存在 那么也就是说是机组本身 也可能出现了这种控制系统 和一次系统之间的相互交互作用 那么新疆的次同步震荡问题呢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风机的制造商 进风机团 进风科技 那么他们对这个环流器的网测控制 或者是机测控制 对他们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参数 控制系统的这个PS参数 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在这个二零这个变电站呢 在STATCOM的控制策略上面 加入了一些额外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控制策略 这样的话来抑制了这个次同步震荡的问题 那么这些结论呢 我基本上都是从这个 像清华大学 谢小荣老师 像齐文老师 他们这边做做的工作 得出的一些结论 发表的一些文章里面得出来的 那么对于EMT仿真来说呢 当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个方法的 这个有效性呢 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 现场修改这个参数 然后去确认这个参数 到底是否是可以移植这种 此同步震荡 那么那控制策略是否有效 那么对于 如果有了EMT这种仿真工具 特别是这个实时仿真工具 那么我们可以 接入某一个 风电制造商 或者说是设备提造商 他们的控制系统 那么这样做一个闭环测试 那么在进入电网之前 在修改参数之前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有效性的一个验证 我想在这方面呢 EMT仿真呢 还是有它的 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的 好 谢谢主持人 好的 好的 谢谢丁博士这个 分享这么多 他的经验和经历 下面我们有请这个 清华大学陈寅教授来 分享一下他的这个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吧 因为 陈教授在国内 应该对这些问题 有更多的这个 接触的这个条件啊 应该有更多的信息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请陈教授 好 谢谢啊 这个我们确实 接触的挺多的 因为那个 我跟谢老师关系很好 我们也交流过 另外就是我们课题主 也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我跟新疆电网公司呢 也有不少合作项目 当然主要是 胶主流建模和一些 我明信分析方面的课题 那么我接触到的这个 就是刚才丁博士解释的 已经非常详尽了 这个我就不想不重复了 但我想说一下 这个自动不振荡 超度不振荡这些问题啊 这个可能将来是一个 很普遍的问题啊 这个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个哈密有 别的地方也有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 风电厂有 光伏电站也有啊 这个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国内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 兴起一股热潮 就是做这个主抗分析啊 就人人都去搞这个 控制器的这个 什么 负评特评和笑评特径 刚才那个 丁博士已经介绍了很详细了 然后分析完了以后 去研究他的这个 震荡的模式和他的 抑制方式 这个中国电科院的 新能源所在这一块 做了很多工作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 当然这个 金峰也 我们也跟他们有合作 我们有跟金峰 短暂的一段合作经历 我们帮助他们 做了一些模型来 验证 相当于平均化的 这个风机模型 和这个详细的风机模型 但 相当于他的 这个这个频率震荡的特性 和他的这个 真实的路波 是不是一样的 最后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当然 我知道金峰后来 也买了RTTS的 很大的一个 仿真的一个 鸡群 正在做类似的 这种研究 但我想说的是 这个从学术界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 就是特别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就好比是 好比是这个 一个人 是吧 这个这个机体 他 他内在的一种特性 就就就就 好比这个人 他原先是吧 这个是青少年 是吧 荷尔蒙比较少 这个不太喜欢 奇思幻想 是吧 但是他长大了以后 他身体的 遇到的环境 越来越复杂 然后他的随机性 越来越强 那他产生奇怪的 想法就更多了 SSO或者是 这种震荡 可能就是 高度不确定性的 这种行能源系统 发电系统 他内在的一种特点 我们认为 这个系统中间 正是因为 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问题的分析 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说 我们只简单的 在一个特定工况下 研究出来的 这种一直措施 不一定能够在 所有的这个 不确定性作用下 都能起作用 这个事实也是如此 金峰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 我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还是偶尔会发生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风场 几十开风机 每一个风机 出力都不一样 然后你怎么可能 指望他们集中 相当于整体表现 就能够被一个 是吧 一个风机的特性 所替代表达出来呢 这个不大可能 所以 当然有很多控制的方法 可以努办法去意识 这些 但是我们 我们觉得将来 仿真会在这里面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再给 几个电网公司 做的工具 就是在线的扫屏分析工具 那也就是说 考虑这种大规模 风电厂的这种 接入拓谱和它的 这个单机的特性 以后 快速的做这个 不同工况下的 这个系统的 震荡频率的扫描 如果比如说 在线15分钟 20分钟就能算一轮 给出一个 震荡模式的这个分析 那么帮助他们 调节系统运行工况 规避掉一些 震荡模式 我觉得这个将来 可能是一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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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当于 从系统层面 一个比较切实的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指望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 给彻底消除掉 只能是说 我们认知 它的水平越来越高 然后慢慢的 我们就如同以前 是吧 规避掉静态稳定 这些问题 我们把工况调一调 不要让它 是吧 运行到那个 特定的运行点上去就行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现在正在 做这方面的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 陈教授的这个回答 中间还有一个 非常生动的比喻 加深了我们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其实我们准备了 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在这里 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问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来请这个 我的搭档运会 来主持一下 下面的这个 现场观众互动的 问答环节 好的 运会 谢谢王斌 感谢三位的精彩讨论 我也是对这个发展趋势 跟面临的挑战 也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看一下 现场朋友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电磁暂态仿真结果 和机电暂态结果不一样 怎么办 陈教授 丁博士 可能你们两个需要 回答一下 我来回答 你要不要丁博士 您来回答 陈老师先回答吧 我再组织一下 我再想一想 这个很正常 这个没什么怎么办的问题 就是因为不同的建模方法 最后对很多问题 是采用不同的这个简化策略 咱们只要但凡简化了 这个结果肯定就有一些 这个是吧 这个局部就是有适准的可能性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不过说是 看你关心的这个系统动态是什么 比如说你搞电磁暂态 那你可能更关心的是 这个开关的这个是吧 快速的这些暂态过程 只要这部分是比较准的 你可能觉得 这个方法到位了 那你搞基电展态 你可能关心的是 长过程中间 使用功率震荡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想 如果我既有基电展态 又有电磁展态仿真 同时两边模型都参数都是准确的 那我可能更愿意相信 电磁展态仿真出来的结果 原理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吧 在这个仿真中间 我们充分的考虑了所有的电器设备 它的这个频率下的特性 而不是假设我们这个电容电感 它的参数永远都是在50克资这样的一个特定频率下 是有求出来的 那这个结果必然还是会更准确一些 当然电机的模型 我还有好多问题 那我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是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牵制到了 怎么去benchmark 你这个模型的准确性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 不管是电磁展态还是电磁展态 实际上我们最终要模拟的是 物理世界中的真实的系统 那么我们当然是以这种实际的物理世界里面的 它们的这个响应为一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去模拟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模型 那么我们的模型简化到什么程度 才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当机电磁展态和电磁展态 都不能去准确的去模拟这个现象的时候 那我们去应该去考虑是模型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只有找到这个根源 然后我们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呢 我们才可以实现这个仿真 它是真的真 也就是说是和现实的世界 它们的结果是一致的 好 感谢两位 下一个问题是问丁博士的 他是问在这个REDS开发这个系统能源模型的时候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是如何用这个厂商的具体的模型 进行这个benchmarking这个process的 一般情况下呢 像在实际的风电制造商呢 他们首先呢 不会提供给我们他们的详细的控制系统的模型 那么无意的解决方法就是说是 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那么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个控制系统 通过这种黑匣子的方式呢 封装起来 那么用户呢 可以通过这种封装以后的模型 和实际的 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控制器 进入到RTDS里面来 这样一个闭环系统的响应 进行比对 那么确认他们所搭建的这个控制系统的模型 是准确的 那么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只能说是提供这样一个开发平台 来满足用户这种节目的需要 好 谢谢 下面是请问两位老师的 大规模的电磁战态仿真建模较为困难 目前是否有比较方便且准确的方法 陈老师先来 那听不过您说吧 好嘞好嘞 在目前我们知道 国内的几个比较大的用户 比如是南方电网 南方电网超高压 还有国家电网南日集团 那么他们在做这种 大规模电磁战态仿真建模的时候呢 他们是开发了自己的一个转换工具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大系统里面 他们有基础的这个BP的数据 那么他们可以自己写一个 对每一个元件呢 写一个转换程序 找到相应的电磁战态里面的模型 那么同时呢 他们写一个算法呢 可以映射这个 基电展态里面的参数 和电磁战态里面的参数 当他们编写一个这样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 一个转换程序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比较容易的 把基电展态里面的基础数据呢 转换到电磁战态里面的模型 然后呢 因为目前来说 对于转换程序呢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特朴一个分析 那么很难实现这个特朴的连接 那么 这部分呢 一般情况下 用户呢 特别是在RTDS的这个硬件平台上 他们还是通过手动的方式进行翻网 那么实现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电磁战态的一个建模 陈教授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们就是干这个活的人 这个丁博士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就专门给电网公司开发这种转换工具 我们最近也开发了从这个国家电网公司所常用的这个综合稳定房间程序到这个电磁战态房间的这个模型转换工具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非常困难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 原因就是这个机电暖态这个程序用了几十年了 中间的这个模型啊非常的丰富 而他既丰富也不丰富 而丰富的方面呢 是说他这种常规的发电机的例次调数的模型非常的多 可能上百种 而不丰富的方面呢 他可能这个直流啊 新能源啊 也比较简化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去 这个取得平衡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要迫使我们得针对每一种软件都开发对应的 是吧 这种例次调数的这种电磁战态的房间模型 得把它封装好 一一对应 另外一方面又得能够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机电模型的参数 映射出一套这个比较完备的电磁的参数的新能源和直流的模型 反正这个工作我们还在做 但是有一些初步的东西已经开始交付使用了 好谢谢 那下面这个问题是问丁博士的 是想问这个在建这个Buckbooster这个converter的逆变器模型的时候是怎么确定模型里面的参数的 怎么和PSCAD的模型进行比较的 首先呢我们在做这个换流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这种约束条件 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个两电瓶的一个换流器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选这个电感参数 那我们如何去选择这个电容参数 如果我们如何去选择这个滤波器的参数 那么这都是有一些约束条件 在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就是最大可能的 比如说是对两电瓶来说我们最大的程度上利用这个PW 直流母线电压的利用率啊 可以减小这个外部协部的输出等等 有这么多约束条件 当我们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设计一个换流器的一个系统 那么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 我们在电子展开访这里面 我们可以一一的和这些进行对应 那么PSCAD和RTDX实际上是模型的实现算法 只不过是在处理这个具体的开关的方法上面有所区别 其他的模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模型的结构 模型的参数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匹配 那么这两个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精细的一个比较 好 谢谢 好 谢谢丁博士 下面是这个 如果电磁站态仿真结果和机电站态结果 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 再看一下下面还有没有了 如何在这个是问丁博士的 如何在RTDS中实现短路比SCR的设置 实际上SCR的话只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阻抗的一个 另一种描述方法 那我们知道这个系统的短路容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这个系统的阻抗是多少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模拟这个机屏下的系统的组合特性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RLC这样一个电路去 去实现所设定的这个短路比 好 谢谢 好 下一个教授 下一个下一个问题是问陈教授的 他说呀这个柜团队开发的云平台 如何实现电磁机电混合仿真的接口 具体包括电磁机电两侧系统的时序控制 接口交互数据的转换方法又是什么 这个问的很专业 我们我们没做这个事啊 没做这个事 没没做机电电磁混合仿真 在我看来这个事情 第一意思并不大 这个未来这个可能慢慢就像全电磁过渡了 第二是这个也没有必要 这个就做不准 这个东西很难做的特别准啊 这个做准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肯定是特殊的一些场景 你要说通用做准 这个理论上其实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因为它接口那一侧就会有能量 有接口的损失 我们做的其实是 还是在全电磁的建模框架下 然后相当于是多速率的全电磁 每个区域采用的仿真速率不一样 它并不是说机电电磁混合仿 只是说有的区域它不常大到 让你感觉它已经能够仿机电的那个动态 但实际上它还是电磁的模型 它还是电磁的模型 只有在全电磁的模型下 你这大家都是同样的模型 是吧 都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你这个接口这一侧的问题 才能够很好的解决 我们没有真正的意义上去做传统的机电电磁混合仿 我们做的还是全电磁的混合仿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块我们主要是跟UBC的MOTI教授合作 在做这块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MOTI教授最近的一些工作 好 非常感谢陈教授 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了这个问题 下面是问丁博的 RTTS公司对风电站的仿真方法 是否与详细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过对比 对风电厂的仿真方法 是否还有其他的改进的计划呢 它有两个问题 您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RTTS如何去仿真一个风电厂 目前来说我们只是说是提供一个 单一风机所需要的一些模型库 假如是这个环流器的模型 然后电机的模型 以及相应的控制系统的模型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模型以后呢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拓扑呢 去搭建这样一个风电机组的系统 单一风电机组的一个系统 那么对于风电厂的话 我们相当于说目前呢 还是通过这种被称的方法 来实现风电厂的模型 而对于其他学者正在研究的这个聚合模型呢 我想呢 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解决方法 这个目前是RTTS进行大规模风电厂 这个仿真的一个解决思路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百分之百新能源电源侧经直流送出 或百分之百新能源的局部电网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稳定性问题 或者他们的稳定性存在什么样的特点 相对于传统的同步电网 如果说是大规模的风电能源呢 通过这种 比如说是海上风电 通过柔性直流送电的方式去外送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以往的 作为基础支持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柔汁本身存在很多稳定性问题 那么这个稳定性问题呢 我们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高频震荡 那么第二类是这种次同步和超同步的这个震荡模式 那么对于这种高频震荡模式呢 我们目前来说 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分析结果 一些分析 那我们大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 也就是说是 MMC这种透普结构的高频震荡模式呢 实际上主要是受限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这个一次系统和控制系统的计算周期 会对这个高频震荡模式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怎么说是这个计算周期呢 也就是说你的控制周期假如是100微秒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你这个控制系统和你的一次系统存在一个100微秒 这么一个周期的一个延时 那么这个延时环节呢 会对你的高频段你的相位 相位异度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在这个延时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的内环的控制系统参数 又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相位异度就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这个高频震荡模式 高频震荡问题 那么对于这种低频的稳定性问题呢 我们得出的经验一般是与这个MNC的环流意志有一定的关系 那同时与它的内环系统以及外环系统的这个参数也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呢PIL也起一定的作用 那么综合这些因素呢 对于磁同步和低频震荡呢 目前虽然没有一定的可靠的一个结论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去入手 去分析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当然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呢 对于MMC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新能源风电来说也是这样的 对于VIC两电频的这个人稳定性 实际上它的高频的稳定特性和低频的特性呢 实际上是和MMC是相通的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 好 感谢丁博这讲的是非常的详细 我们这个是受益匪浅 然后下面这个问题啊是问陈老师的 他说陈老师你好 想请问一下 基于RTDS等设备的电子站台仿真 在国内电网的实际应用层面 目前部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是否是基于您说的这种云端集中计算资源 这个各个调度研究机构分布式调用这种模式 这个问题问我其实不合适的 应该是问丁博士比较合适一点 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问错了 不是基于RTDS还是基于这个陈老师他们开发的这个PSS Cloud 我想他可能是想综合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例子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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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回答一下 我所知道的就是RTDS的这种访真平台在国内其实用的非常广泛 这个广泛到这个这个这个我想丁博士应该很清楚啊 这个这个收益率非常的高啊 这个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这个其实是在以一种竞争的模式在购买RTDS 看谁买的更多 然后各个电网就是就是电科院吧 就各级省的电科院也都买啊 就是没有没买的啊 基本上没有没买的 可能这个高校也买的非常的多啊 高校也买的像清华都买了四个REC吧 清华买了四个REC啊 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在整体来说应该是用的是非常非常广泛 非常非常广泛 那么至于说那个有没有现在开始做这种云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过程啊 这个是一个过程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这个国内做这个在云端去做这个电子弹的仿真工具的 其实我们是唯一的一家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但我想未来大家可能会达成共识 慢慢的这些资源要相互共享 尤其是在模型和这个计算能力方面的相互共享 我觉得这个根源就在于这个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钱是吧 很多时候就像丁博士说的他这个模型和他是思想的他不一定要是吧真的就就就就给你了 他只是希望跟你协同在一块去完成一个特殊的计算任务 那这种情况下也许这种新的分布式的这种计算模式会越来越广泛 我所知道的现在在北美和这个欧洲都有很多人在提这个叫做这种分布式的实时访真环境啊 这个尤其是亚春工学院的教授 孟蒂他们 那么我觉得是可能代表一种思潮吧 就是未来这种实时访真环境会互联互通形成一种更大的计算的一个平台 我不知道这么解释算不算到位了 非常到位非常感谢陈老师 这个丁博士有要补充了吗 实际上我从我个人的这个技术支持的这个经验来看呢 实际上国内做大规模电网的实时访真是做得非常好的 特别是南方电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超高压 这几个单位都做的是非常非常好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问丁博的 从现在大规模PSCAD离线仿真到RTDS实现仿真 有实时仿真有没有可能有哪些注意事项 实际上现在我们RTDS提供了一个转换工具 也就是从这个PSCAD直接转换到RTDS里面来 那么这个对于用户建模来说 对于实时仿真建模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转换完以后呢 实际上牵扯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硬件资源够不够 如果在硬件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因为PSCAD和RTDS都属于同一个电磁散态仿真 那么他们的模型也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参数也可以做到一亿匹配 那么我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都考虑了这些 那么用户只要是把他们PSCAD的模型直接转到RTDS来 再加上这个硬件资源的一些合理分配 那么就可以实现实施仿真 那么就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这么去做的 去验证我们的新开发的一些RTDS模型 到底是否是准确的 我们是batchmark我们模型的时候也是用PSCAD来去做 好谢谢 这问题也是非常多 大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我们再回答两个问题吧 首先第一个 倒数第二个问题 两位博士在仿真大规模电磁模型时 在仿真大规模电磁模型的时候 是否遇到了模型难收敛的问题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我先说一下吧 因为我们在做大规模电磁采访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和极电展开房间程序不同 我们不是用迭代这种方法去算的 那我们通过设定比较小的房间不长呢 我们不需要去迭代 所以不存在这个模型收敛性的问题 我不知道陈老师有什么补充没有 我想说的是这个从算法角度来说 还是有很多的数值稳定性的问题存在里面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数值稳定性的根源来自于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积分方法 它就本身代表数值稳定性的问题 这个是不可回避的 任何一种积分方法 它都有自己数值稳定的特性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节点分析方法 它的内在的积分方法是影视提醒法 那影视提醒法带来了几个小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在一些过零点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震荡 数值震荡 这个要进行有效的消除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影视提醒法呢 这个步传大了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数值稳定性 和数值累积误差的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也会引入很多很多的 这个跟数值计算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电机的模型 变流器的模型 包括这个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大规模的MMC的这些模型 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为了实现定步长的 这个积分吧 所以有时候会有些预测环节 尤其是接口呢 而这种预测环节在大不少的情况下 就会引入刚才丁博士所说的这种 延时的影响和无差的影响 最后导致仿真的精度下降或者数值稳定性难以提高 那么在这一块是有很多基础的数学理论 和这个相当于建模的方法 这种深入研究来解决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仔细的看一看 就是有关EMPP的这一方面的最近的一些建模的文章 尤其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UBC的Yuri Jaskovic的教授的和王立威教授的一些文章 他们里面对这个讨论的比较深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我和陈老师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这个电磁碳纺针 那么在目前商用的这个软件或者是纺针工具里面 我们使用的都是这种提形积分算法 那么提形积分算法本身是一种那个Awin的一种算法 也就是说是不管你的仿真部长是多大 你都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是稳定的 那么我的仿真也是稳定的 你的系统是不稳定的 那么我仿真系统的结果也是不稳定的 那么它是一种Awin的一种仿真算法 那么至于这个提形积分法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他像刚才陈老师说的 特别是对电磁电子 还有一些比如飞线级元件 那么它们在可能会产生一些数值震荡 那么这个数值震荡呢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法 比如是可以去在局部去修改这个模型的积分算法 比如用阻尼法或者说后退欧拉法 等等这些方法来去保证这个数值上面的稳定性 那么从模型层次来说的话 那么很多模型实际上 特别是我刚才我看到陈老师有一页PPT 里面是做这个平均值换入器建模的时候 那么他们实际上在直流和交流测建模的时候 通过失控源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本质上讲 从气氛算法上讲 它实际上是一种前向欧拉法 那么前向欧拉法的话 有可能就是会导致你这个系统不稳定 那么对于翻弹机模型来说的话 那么实际上目前来说 大家也如果你的仿真不长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这种叫做 Face Model 也就是说是你的翻弹机和你的 Web系统不是通过这种注源 就和我们的机电展台方式类似的 不是通过这种注源的方式 而是我们的翻弹机和我们的Web系统 这种连力求解 这样实际上翻弹机的 翻弹机接口这边的稳定性问题 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 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这讨论是越来越深入了 下面最后这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留给丁博吧 他说的是您之前提到光伏跟风能的并网研究 除了震荡还遇到过哪些常见的并网问题 目前来说我们在用户的技术支持过程中 主要是一些低频震荡和磁虫震荡 其他的问题我想用户都可以自己身解决 然后因为是用户在做这种 行动员发电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碰到一些稳定性问题 那么他们不确认这个到底是系统本身的特性 还是因为模型的问题 还是因为一些参数的设置 那么不确定这些因素 那么我们想如果你的模型建模的过程中 避免了很多这种 也就是说你的模型建设是正确的 你的参数是正确的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 我相信你的仿证结果也是可靠的 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啊 我们这个真的是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了 大家对这个话题 我们没有预期到大家这么感兴趣 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很抱歉啊 我们这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把接下来的问题 跟大家一一回答了 不过剩下这几个问题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可以在之后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发邮件的形式 也可以通过到我们录播的平台的形式 跟我们的专家继续讨论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讨论区发了一个survey 它是由我们宣传组的流评为我们准备的 这个主要是就是想让大家 给我们这个活动啊 想做啊 提供一些建议跟意见 然后请大家在这个讨论区找到这个链接 然后帮我们填一下这个survey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受这个北美华人电力协会 张强会长的嘱托吧 就由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目前 这个NACPPA的近期工作的回顾 和一个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之前有一个 Power Future LEGO Challenge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的这个结果跟获奖的情况 这个会通过这个宣传平台 跟大家发送的发送给大家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NACPPA的网站啊 已经开通了订阅和捐助的功能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啊 请您订阅 如果您有意愿捐助的话 我们是非常的感谢 相信您的善举呢 一定会为我们协会未来的发展 提供很大的帮助 让我们更好地为我们的会员服务 第三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就是职业导师计划 这个是今年是个试点计划 然后我也很荣幸啊 参与了这个活动 我们现在是已经完成了 学员跟导师的招募 并且进行了第一次的研讨会 是在五月中旬刚刚结束的 会后的反应 大家都是不管是导师 还是学员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项目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想帮助我们现在 在读的一些学生啊 这个更好的去过渡到 这个职场的这个工作中来 也是在现在的这个 比较困难的时间阶段嘛 我们也希望帮助到 我们在读的这些同学们 接下来就是下期的讲座预告 是由我们讲座的策划人 樊鸟跟姚瑞负责的 预计是在六月十三号上线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然后关注这个活动 据我所知 这个题目应该是关于 微网的这个控制规划 跟运行方面的一个话题 最后呢就是这个年会活动 大家都知道 今年这个HQE的年会 也是从线下办到了线上 然后我们也是顺应这个 就是趋势嘛 也是打算在线上 给大家办一些 丰富多彩的年会活动嘛 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阶段了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也是 继续关注我们的平台 关注我们的邮件 然后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 相信呢我们这个活动呢 也是会越办越好 我们协会呢 也是会在我们大家 所有人的努力下 也会是越来越强的 好那就最后呢 我还是得多啰嗦两句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再次感谢 两位嘉宾的分享 同时呢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朋友 我们感谢大家 来抽出周末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晚上啊 或者是早上 在各个市区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了 确实是时间非常的长 然后就是我们讲座组的 这些策划策划策划人 这些小伙伴都非常的努力 我们非常期望大家 为大家做出更高质量的 这个系列的讲座 同时感谢协助本次活动的 北美华人电力协会的会长 张强和副会长孙凯 感谢宣传组的小伙伴们 他们是刘平张池姚一韵 黄灿燕磊 同时感谢帮忙 Zoom现场技术协调的段南 和帮忙录制视频的姚瑞 应该说呀 是大家通力合作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 讲座的完美呈现 最后我们还要最后的最后 还要鸣谢一下 在我们圆桌论坛环节 提供话题支持的 实习大学的张鹏教授 非常感谢您的技术支持 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 全部结束了 祝大家工作学习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